民眾頂著寒風在冰天雪地裡 陸陸續續走上飛機 這裡是俄羅斯西伯利亞的伊爾庫茲克機場 而這些乘客已經困在當地整整三天 發國航空一架波音777客機 原定從巴黎飛往上海 卻在途中因為駕駛艙冒煙 緊急轉降在西伯利亞 機場乘客案機組員一共282人 就這樣被迫滯留在當地小鎮 機上所有人怎麼也沒想到 竟然會在旅行途中 來趟西伯利亞三日游 當時氣溫最冷 跟下探零下22度 民眾把所有遇寒衣物 披在身上保暖 而發航隨後也趕緊加派 另一班客機接駁 但這當乘客以為終於能回家 沒想到這架飛機的液壓系統 竟然又發生故障 空歡洗衣場民眾拖著疲憊的步伐 回到飯店 由於沒有俄羅斯簽證 所有人都困在飯店出不去 儘管有人抱怨 但也有乘客開香檳慶生 苦中作樂 最後發航有改派第三架飛機 才順利起飛抵達目的地 而事後業者也向乘客道歉 並表示會進行賠償 據有新聞報導